這銀山川兩旁 歷史悠久 雪花瓷磚人行道 還有免費泡腳池 中間還有小橋連接兩側典雅木造建築 山形縣的銀山溫泉 是日本東北最著名的人氣溫泉聖地之一 門前橋樑扶手 塗成大紅色 超過三層樓高的木造建築 充滿日式復古懷舊氣氛 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屬這間能登屋旅館 上門碰碰運氣 想住一晚 業者面有難色 換一家再試試看 點開隨便一家 當地旅館訂房網站 到年底空房 通通被踏上大叉叉 一路滿到年底 當地歷史悠久 木造旅館 房間數本就不多 以這邊最著名的溫泉旅館為例 河景房八間 加上山景房七間 一共才十五間 就算入住一晚 價格臺幣萬元起跳 仍就是一房難求 我們看到銀山溫泉這邊的住宿 今天晚上已經被人通通訂滿 而且甚至直接滿到年底 不過接下來要訂明年的住宿 要等到七月一號 才開始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一 整年份的訂房 想訂房要提前半年 訂明年一月到六月底的房間 得比手速搶房 不過沒訂到也沒關係 能登屋有保留一到兩間部分房間 給國外旅客預訂 不過外國人擔心語言不通 訂不到房 只能這招拆解 可能你電話又要請 看有沒有日本的友人 幫你訂看看 大概是四月二十號左右 到五月初 現在也屬於是淡季 除了選淡季碰運器 當地旅館也強調 英語溝通訂房不受理 得找會日文的朋友 或是日語仲介致電訂房 增加搶住銀山夢幻湯屋集會 三日新聞高官是蕭陽明 日本採訪報導 通信 阳 我 õ 阳